要说现在内地女星谁的风头最近 张小川肯定得 他不是那个行当的 所以范冰冰肯定得选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不是储君班 所以我就得说是我们家冰冰 我得说一说 我们家冰冰啊 这个除了漂亮的脸蛋 这范冰冰还有一个别人无法复制的气场 真的 眼睛锁的时候真没感觉气场多强大 现代气场又越来越强大 刚才跟小川交友一下 都去感觉是不是人越来越成功 就是越来越自信 自信就是一种气场 有网友最近搜集了这几年 范冰冰出席活动的新闻报道 发现无论范冰冰出席什么样的活动 只要碰到别的女星 碰到她 第二天的标题 不是范冰冰立压 就是范冰冰压压 从这个好莱坞明星到国外的超模 从内地顶级的一线女星到初出茅库的小花蛋 范冰冰见一个压一个 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内的女星 范冰冰一出马肯定惊艳红弹 各路女星像什么 孔丽啊 张子怡啊 姚晨啊 周迅啊 赵薇啊 李冰冰啊 名气大的几乎被压了个殿 国际女星也没能信念 安妮海瑟威啊 宋贵乔啊 这些人都被压的是 举不送举啊 就干脆用力压群方 众女星四方 全场等一并改获啊 听起来是相当的大型 最好笑的是 有一个被压压的对象 居然是男明星孙红雷 至于力压压压的资本 不过三点 漂亮 白啊 还有就是服装造型 你得赶穿是吧 看见了吗 龙培啊 青花瓷 鲜的色装 几乎见一个压抑啊 这篇力压的贴呢 是引起了网友讨论的热情啊 不到一个小时转发量上万 有个网友还编了一个歌词 是这样的 一二三四 翻阅走上红币 坦白 一呀一呀哟 千谁能取却呀 谁呀 一呀一呀哟 一呀一呀哟 就没有鼓掌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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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说这都是三冰冰工作室 发生的通讨啊 可是三冰冰工作室表示 什么压压压压压压 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材料 他们早就不用了啊 这些标题都是网站自个加的 不过对网友们的误解啊 这翻冰冰的反应还是相当大度 通过翻冰冰工作室 而这官方微博幽默的会用 信息之时 别总压压压压压 要是油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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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